因為在此裡面有可能會涉及到有關資料庫 然後跟就是網路的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很擔心的是在資料庫的部分 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個人資料 然後是否會被別人拿就是被別人取得 那就是相當危險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關網路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沒有人分享說在大陸那個地方 它其實都實施網路管制的 然後我們其實很不確定 如果當我們的網路業到了中國大陸的手中了之後 他們會不會利用商業的手法控制住我們的網路 這樣我們在以後的資訊的取得上面 是不是就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就是文化這方面就可以延伸到就是所謂文化的部分了 因為他們如果利用我們就利用網路 然後提供一些就提供部分的資訊跟訊息了之後 就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思考事情的方向跟模式 那除了網路可能會對這個地方造成影響之外 有關印刷業的開放 我們也有最方便的疑慮 因為在一方印刷業的部分 它可能就可以決定 它是不是只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出版物的內容或是什麼 那這樣就會對台灣的思想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衝擊跟挑戰 那除了這個部分我們還要討論到就是有關商業的相關問題 因為雖然說我們台灣的人可以到大陸去設廠 可是在他們的內部原因上面 他們可能就會在你設廠了之後 用各種的說法 比如說利用或是一些條件的限制 然後迫使你可能嵌場 然後或是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這時候可能就會對我們的商業 有造成一種潛在的迫害這樣 好 那這樣子以上就是我們重點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第十組的朋友 他們特別有強調到通訊網路的開放 那跟網路的安全 那跟國家安全是相關的 還有經濟的利益在中國也可能會被潛質 那再來我們請第三組的公民朋友們報告 好也先簡單給我介紹 第三組 我們是第三組 我是啾啾 那我今天跟大家 這一組討論裡面 其實因為包含了 母子黨 然後包含了退休的人員 然後還有包含我們一些大學生 所以好像看過福茂的人並不多 但是大家都有志意同是福茂不能空落的 為什麼呢 首先看這一張天秤 其實我們看到 因為剛剛我們在討論的前提就有說過 國家安全必須大於商業利益 但是你們看得到那個天秤 其實商業利益的衝擊 其實 國家安全衝擊大於商業利益的衝擊 那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是有把重點放在環境服務業 然後放在通訊還有營造業 那營造業應該包含這個 大陸如果他們進來營造的話 它其實對於我們國大的港口運輸 都有很大的 都很大的了解跟控制 那所以它會影響到我們的安全 再來就是通訊 剛剛前面那一組就講過了 除了客資之外 我們還有很大的問題是 思想的牽制 思想的控制 那我們是很崇尚自由的 我們有任務自由 如果大陸進來的話 我們是否還有言論自由 是否會相當原語的迫害 這都是可以值得商榷的 那再來也是環境服務 也是因為在裡面有一些條款 是開放他們來處理廢土 廢棄物之類的 但是這個法律 法規非常的磨弱 那在這個沒有法規的前提之下 我們就開放了 是非常的冒冒實實 所以就是服務 應該還蠻需要吃感冒藥的 就是它真的很不好 那所以在我們討論當中 已經有講到這些問題 那再來呢 那如何解決裡面的細項 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 一個部分是 像是我們的高中學生 他強調了 就是環境的部分 因為環境的公布 法律的公公平性 不明顯 那所以他對這件環保 對於那個環境服務的開放 是很有疑慮的 還有管理部分 然後還有CI管制 那再來講到通訊的部分 還有一個是第三方監督 我們沒有所謂第三方監督 對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一個是廣告服務 因為廣告 大部分對於廣告 還有這個媒體的控制 是非常的嚴格的 它沒有可能 把廣告賣給親中的媒體 消滅其他中立的 或者甚至比較有別的聲音的媒體 那看香港就知道 就是這樣 那我們的條 我們在總結的時候 發現就是這個服務的 框架是很搖搖欲墜的 它不應該通過 它應該全部退回重審 這是我們這一組的結論 謝謝大家 謝謝這一組 第三組 第三組的朋友 有談到運輸跟國家安全 還有談到環境還有廣告 都影響重大 謝謝 再來我們請第五組的朋友 也先簡單自我介紹 再開始 大家好 我是第五組的葵燕 然後我來自清大人社 就是我們這一組 就是討論幾點 然後我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我們 我們首先我們是擔心就是 因為中國對台灣有敵義嘛 所以說我們擔心就是 在這樣子的開放前提之下 我們會造成是 中國會造成台灣就是民主自由的疑慮這樣子 然後第二點是說 這樣子不設限的就是商業之前的流通 可能會造成一些產業的影響 也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生活福祉 就是例如是 就是有朋友提到 就是可能會造成就是 貧富差距的擴大 或是也可能會有 以商逼的問題 或是裡面有具體可能會影響我們的 社會的就是長照的事業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有想了幾個解決的辦法 第一個就是 就是退回重審服務 然後我們也必須要 制定充分的監督的辦法 還有明確的風險瀑布 然後最後是就是 希望我們的政府可以傾聽我們的意見 然後並且就是 深入社會關係的溝通這樣子 謝謝 謝謝第五組 他們比較偏重 在看到勞工權益的一個受損 還有長照等產業 他們對於解決方案 是希望退回服務 然後相關的兩岸監督機制要出來 才能夠再處理 好 謝謝你們的討論 謝謝 那再來我們請 第八組的討論小組 謝謝奎燕這一組 第八組的 你先簡單自我介紹 再開始報告 大家好 我叫我玉山 我代表我們第八組 跟大家做個很簡單的報告 就我們一開始討論 股報跟對商業利益 還有國家安全這個天秤上 很明顯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認為對商業利益的影響很多 但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主要還是講到 在商業利益上 台灣是屬於比較中小企業的品質為主 我們對抗的是中國大資本 跨國大資本 那在開放之後 我們是不是有能力抵擋這麼大的資本 之後就會接受到國家安全問題 當我們這麼小的資本被大資本撕掉之後 我們整個十一柱情就被通知住了 因此當有一天他又要撤資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安全就受到影響 然後之後我們綜合討論我們各個組 我們分小組之後 每一組覺得這細項裡面哪些是最重要的 主要是運輸服務 還有通訊服務 還有印刷業 我們覺得這幾項 在國家安全裡面又更重要 那為什麼在運輸服務業 我們覺得運輸服務業主要是 它可以控制我們的護流 護流台灣是島我們都知道 所以它一旦只要控制我們的海邊 我們港口 如果港口那個藝術業還有空域 它這樣有開放一些大陸的空域 陸海通的開放嗎 那我們整個物流其實就被控制住了 那通訊服務業當然就很明顯 就是我們的網路也被控制住了 那印刷一樣 就是都還是跟言論自由有關 所以我們最後結論是 在印刷業的部分我們覺得要重啟 那事實上就是退回覆貿 然後關於電信服務業 我們是認為這個產業是根本不應該開放 所以我們主要談到就是 印刷是不能開放 那印刷是要重新談判 那通訊必須不能 就是不禁止開放 那最後我覺得我們這一組 但後面有一句話 就是你覺得服貿跟國安 這個用一句話形容這兩個的關係 我們有同學我覺得他形容非常好 他說他覺得服貿跟國家安全就是一對戀人 一盡忠心的戀人是愛到分不開的 這個東西就是息息相關 是不可能分開討論的 謝謝 謝謝 這個很有廣告 服貿跟國安是一對戀人分不開的 他們講得很精采 就是關於運輸服務業 然後還有印刷服務業 還有通訊服務業 三者的開放都會完全嚴重影響國安 所以希望會可以服貿 那我們謝謝這一組 第八組的辛苦的公民們的報告 謝謝 再來我們請第六組的公民們 第六組的公民們 也先簡單自我介紹再開始報告 可以站過來一點 大家好我們是第六組 我們這一組的成員有來自公衛的 也有法律 然後還有生靈心靈各個科系 所以我們討論的面向可能有點狂 然後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認為國家安全還有商業利益的比重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討論到最後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點陷入一個政治的思維 但是覺得政治跟經濟其實是分不開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認為貿易的對象是要謹慎思考 所以不管這次的服貿是好是壞 政治的因素會介入很深 然後我們就可能我們的顧慮 會認為可能對岸是不是有想要統一 或者是以傷逼陣的傾向呢 這是我們的顧慮 但是不代表真的是這樣 然後我們對國家安全還有第二個疑慮 就是他們來這邊 會不會藉著假投資而徵移民 那假移民會不會又是徵間諜 可能這層層考慮的背後 我們有想了很多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一切都是假設 然後商業利益的話 我們擔心的是當大陸的老闆來這邊投資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是會受到台灣人 台灣老闆不是台灣人 然後會間接控制台灣等等 然後接下來還有就是大家也有提到的 廣告服務業開放以及印刷業的開放 會不會影響會 藉此我們的思想會受到牽制 還有我們的言論自由等等 然後之後我們討論到 就是要從幾個開放的項目裡面 找到比較有可能最會影響國安的 就是我們討論出來的結果 大多是電信服務業以及通訊服務業 但其實因為我們裡面沒有一個是這個背景的 所以我們正在一個中立的立場討論 就是我們覺得通訊服務業可能會 是不是有透露國家安全情報 還有各自的疑慮 可能會讓反對人 反對或者是有不同聲浪的聲音 因此被消滅 然後就是關於一些資訊安全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還有以及兩岸政府人民 還有我們政府人民開放的程度不一樣 也就是他們可能對他們中央情報 是非常前置的 非常封閉的 但是我們不是這樣 所以當他們來到這邊 我們會有什麼疑慮也不知道 然後之後是大家 一句話要講的話 我們就覺得安全第一 好謝謝第六卓 他們的一句話是安全第一 他們提到前面大家的共同關係 像運輸、印刷這一類的 那有提到一個新的議題就是移民 就是商業的移民 然後會不會有真假移戶的間諜的潛在的威脅 那謝謝這一組 這是第六組的朋友們的報告 那記得要五邊號、動邊號 好謝謝你們辛苦了 那我們再掌聲謝謝他們的報告 好那再來我們請第四組的公民朋友們 往這邊移動一下 好也是先簡單自我介紹就開始報告 大家好 我目前是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也就是所的學生 然後我們這組的成員有包含像是 學生、醫生、還有出版業人士 還有其他行業的人士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一組 我們這一組可能會把焦點放在福茂跟所謂的國安問題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首先我們要發覺一點說 我們目前這個福茂所牽涉到的資本 資本它其實跟一般的我們跟別國的資本往來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因為目前國安所牽涉到的這個資本是所謂的帶有政治色彩的中資 也就是說這個資本進來的時候它不完全是為了獲取所謂的經濟利益 它的目的也包含所謂的政治利益這種東西 那當我們的前提是說 具有政治色彩的這種資本 也就是不同於以往的這種資本進入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發生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就在國安方面就個別產業來說 包含像是通信、媒體、出版 這一種這一些個別的產業 那如果說被一個所謂的獨裁 或者是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資本所掌握的時候 那我們其他可能本地人 或者是反對背後這個資本的立場的聲音 可能就會因此而被限制住 也就因此的影響到了我們所謂目前所保有的言論 自由這個東西這樣 然後這個是就個別產業的 經濟上的個別產業對於國安的影響的部分來說 那如果以整體經濟上相互依賴會產生的效應來講 可能就是發生像 因為中國可能是目前對台灣而言 是一個所謂的潛在的敵對的國家 那也就是說是有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那當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們知道 當兩個國家發生衝突的時候 常常會先是以外交的方式來談判跟解決 然後進一步可能最後才會進入到所謂的軍事侵略這個部分 但是在到達最嚴重的軍事侵略之前 還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對 敵對國造成傷害 例如說所謂的經濟制裁這種東西 那經濟制裁這種東西呢 通常是發生在兩個國家貿易 彼此貿易依賴的關係太過深厚的情況之下 這種經濟制裁才能夠產生比較大的效力 所以說呢 我們講的 對整體的經濟效益 在國安上 這樣子的一個經濟效益來看 如果說過於依賴的話 我們跟中國如果發生衝突 中國不需要用軍事武力來攻打台灣 直接對台灣進行所謂的經濟制裁 那這樣子台灣就沒有辦法去承受了 那這次就整體 整體會造成經濟效益來看 那第三點跟國安有關的項目來看 就是說 也就是我們現在發生的狀況 當一個執政黨或者是國家 他代表這個國家出去 跟外國談判簽的這個協議 但是呢 這個執政黨或者是這個政府的 民意支持度太低的時候 那這時候就會產生一個狀況 就是說 你是否有權充分代表我們出去跟別國 簽訂所謂的貿易談判這一種東西 許多疑慮就會出來 所以說會造成所謂的一種可能有抗爭 或者是各式各樣反對的狀況 就例如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運動 那會發生類似這樣子造成社會動盪的事件 也進而影響到國安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的三點對於福茂在國安上面的影響 所大概做的介紹 我們這組QA的部分 主要是集中在通訊服務業 我們認為通訊服務業將是建立福茂之後 影響可能是影響最大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的理由有幾點 包括了在國家的部分 我們的國家機密有可能因為通訊的部分過於開放 然後呢被透過軟體或者是網路來竊取我們的國家機密 那第二個部分在個人的層次來講 個人的資料有可能因此被散布出去 也就是你的隱私可能因為被 具有特殊目的的真正資本控制了通訊 或者是通訊服務相關的產業的時候 你的隱私權將因此被侵害 你的資料有可能被因此竊取出去 然後來被台湯或者是企業進行商業的用途 那第三個就是說 當我們的資料庫 資料庫各方面的部分也是過度開放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我們特定立場的資料可能會暴增 這個特定立場資料的暴增可能就是指說 支持那些來控制我們的通訊服務業背後的資本的那個國家或者是集團 支持這個國家或集團的資料可能會大幅度的增加 那反對這個背後控制的這個國家或集團的資料可能會因此在資料庫上面被消除掉 所以說我們對於這一種如果簽了然後有這種狀況 那我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我們認為的解決方案是補解 就是說以目前的這個 以目前的這個不貌的狀況來講 一旦簽了的話 我們就沒有我們就幾乎可以說沒有辦法抵擋 發生之前的這一些狀況的產生這樣 那這是我們大概我們這個小組的一個大概的討論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第四組 我聽到了這組的不同行業的公民朋友們 最重要的他們的一個核心看法就是說 這些經濟資本不是單純的經濟資本 是有特定的政治目的 所以就因為這樣就扣合了我們國安的問題 好那謝謝我們第四組的公民朋友們 非常辛苦的認真討論跟你們的報告 那謝謝你們 那再來我們請第二組的公民朋友們 往這邊移動一下 那也是先簡單介紹一下你們 然後再開始報告 嗨大家好 我是第二組 然後我是來自中央大學氣管系的土豆 就是阿鐵教土豆 然後就是我們這一組組成年齡從 年輕四大的學生 然後到已經在工作的就是 就是中盛代跟教高齡的就是 高齡世代都有 對對對 就是然後就是現在 就是剛剛上一組的結論 我有聽到說 就是其實很多的商業利益 也有加速在政治的就是因素上 那我舉個例子 就好像今天我們大熊跟胖虎的關係 就是今天 當胖虎一直威脅要打大熊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哆啦哆夢的道具 都還幫我們道具就是所謂的監督條 裡面去監督 用自己的法寶去對抗大熊 那大熊是不是會把我們做 不然胖虎是不是把我們做的鼻心臉腫 對 大家都懂我的表皮欲 那我們這一組想要講這個 就是 其實大家剛剛也有聽到 國家的那個安全 是由諾貝爾獎得主所提出的觀點 國家安全應該要凌駕於商業的利益 那現在這邊看到這個槓桿 那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國家會 就是服貌 現在建型的服貌 這個版本的服貌 如果簽下去 對國家安全 所產生的影響 是商業利益的多少倍 其實大家從這個圖可以一朗而知 然後現在 然後現在 一個一個我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這邊 有五個 是我剛才舉例的大熊與胖虎的關係 也就是所謂政治思想 就是 如果 就是中國他們可以用他們的 就是他們 如果我們要服貌通過 就是思想 語言 對領主的影響 都會 造成很多負面的傷害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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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到的是有兩個是提到環境業 就是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一部電影紀錄片 要看見台灣 它裡面有很多很多 讓我們看到 什麼是汙染 那如果現在我們開放 錄製來台 那既然光 就是大陸 就是中國大陸那邊 他們連自己的環境產業 的保護都做不好的話 那他們 那他們 進來我們這邊 我們台灣的土地 會被什麼樣子 覺得大家可以 自己去 去出場 那這邊有兩項 然後現在這邊四項呢 是 通訊業的開放 就是 其實 我舉最簡明的例子 相信現在大部分在座的所有人 都有 都有智慧型手機 那智慧型手機 那智慧型手機 就是 我想說的是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高度資訊化的時代 你的很多個資 都會經由你的智慧型手機 你輸入了APP 就是 讓企業或是 經營那個APP的公司拿到 我舉例 你玩線上遊戲 你什麼生賴夜麻將 你神摩之塔 什麼的 你如果要在線上 花錢購買 他的線上東西 你要有信用卡 信用卡 信用卡的背後是什麼 很多資料 大家相信大家都清楚 你從這個舉例而已 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們的通訊會開放的話 那大陸企業 是不是 對 台灣大部分的企業 是中小企業 那如果 今天企業主 因為樂於接受 大陸的大部分的資金 然後 就是 將他的公司 賣給 大陸的資金 中資那邊的人 那讓 中資那邊的人 的高階主管 來到台灣 來管理台灣人民 那其實問題 就已經不是 什麼DJ勞工 來到我們台灣 就是減少我們工作機會 而是我們台灣人 就已經形式上成為了 大陸人的DJ勞工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對 然後 對 然後 通訊業 而且其實通訊業包三包 還資訊化的時代 就是 你只要擁有情資 你什麼 幾乎都可以 走一步去思考 快過你的對手 對 然後 之後回到了 大雄跟胖虎 這個地方 對 然後 接下來就是 有兩個部分 我將會比較專業的 來解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從成達文明所畢業的學生 那我現在已經工作了兩年多 是一個上班屬 這樣子 那我針對的部分呢 是針對說一個 提發交易服務業的部分 做個解釋 那提發交易服務業呢 在 現在 限時的規定上面 是說 包含軍警用品 或是一些農產品的部分 它是 除外的 它是限制的 但是它沒有限制在於說 在原料供應的部分 可能 我生產原料供應鏈上面的部分 它沒有禁止這個批發的部分 那 這可能會造成一些 國安的問題 像是 我們現在的一些鋼龜也好 防彈也好 它用的布料 它用的原料 到底用哪些 如果現在這些東西 如果是跟中國買 那它只要 只要掌控我們一年購買量 我用哪一種 哪一種原料 它就可以很簡單的掌控到 我們國防的一些用品的一些 不管是生產也好 或是配備也好 這是會造成國安的一些問題 另外呢 在於 商業利益上面的話 也會有一些損失 那我這邊舉的例子 是在管理部門服務業的部分 管理部門服務業的部分 是它是怎麼做的 它這個顧問是要 幫一個公司去建立 一整個流程系統的導入 我們叫做ERP系統 那這個東西呢 包含說 我原物料的一個 運輸也好 或是我產線整個一個流程 或者是一個 我剩下的商品 一些運輸的部分 全部都包含在它控管 包含商品 包含資金 也就是說 只要萬一陸資進來台灣 這個部分 它經手到台灣的企業 它都可以掌握 掌控到說 這個 它經手過的台灣的公司 它所有的一些商業的一些 包括秘密啊 流程它都可以掌握在手中 所以對於台灣的產業是 變成說 如果它有一些惡意的話 是會造成我們商業上面 非常非常大的危機 好 謝謝專業的講解 好 然後現在 時間控制 好 不好意思 那我簡單 就是做解 就是我們這邊提出的問題 從商業的資訊 資訊通訊 就是我剛剛舉的 就是資料是寫出了 什麼就沒了 然後 我們提出的解決辦法 一個是 這不太現實的 因為我們認為 如果你今天要開放 那你就一定要先建立 你要多愛莫法 你必須要有 非常嚴謹嚴謹到不行到爆炸 到超級的審查制度 而且這個東西是 你必須與時俱進 每日你都必須要 不斷的去做週選 不斷的去思考 怎樣才能防範 被敵人早先移步 那這樣子 問題就大了 這是不是乾脆就不開放 還是最簡單呢 那第二項 就是我們提到社福 與老人身上福利機構的問題 就是如果今天中資企業來台 好 中資企業來台然後 大陸那邊 較低水準的 照顧身上的 工作者來台 或者是 有這樣的影響的話 這樣是不是 多人的健康 保障 受到刑害 那接下來 觀光與旅遊產業 如果全部開放中資進入的話呢 就是 第一個是我們在地的觀光 有可能會被中國的 越過多的中國觀光客人被破壞 這是警官問題 然後 後面 然後我們提出的那個 應該是說 呃 就是 我們必須限制中國的投資 然後還必須要限制他們 就是必須要建立證照 然後剛剛 忘記補充一點 剛剛社福的那個解決機制 是我們應該要必須 他們必須要有證照 這個證照可能包含 他必須會講國語台語 那不管大陸的 有些部分大陸的講好台語 可能就是一個高門檻 那這樣是不是就已經限制了他來台灣的機會 對 然後 美髮與其他美容 就是國家安全之間的問題 就是今天 所以他提出這一位的公民是說 如果今天 美髮產品的產品規格不一 那是不是當發生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黑心產品出現 那規格不一 我們就無法用一個 以前確立的機制去評斷 我們如何去 那個 做 就是對那個 黑心的那家企業 做 處罰與譴責 因為規格根本就不一樣 我們無法去衡量 所以 應該要做 是產品要規格 就是 就是要規格的話 要有一種 然後 呃 好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謝謝這個 第二組的朋友 那再來的話 我們還有兩組 我們請 第一組 第一組 就是 我們 會騙人 不能信任 好 謝謝 剛剛第二組的朋友 那再來的話 我們還有兩組 最後兩組 我們請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九組的朋友 先簡單自我介紹 就開始報告 你們是第七組 好 第七組的朋友 先簡單自我介紹 再報告 好 這邊 所有人 大家好 我們是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來的大學生這樣子 然後 因為 時間好限 我們這邊就 不多做贅述 我們就針對一點 我們剛剛討論中 覺得還蠻重要的一點 就是 關於 在哪裡 好 翻譯的部分 好 就是 我們如何要控管 翻譯以及傳譯服務業呢 對 我們剛剛討論之後 我們大概整理出了三點 那這邊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跟大陸的國情不一樣 體制也不一樣 那我們這邊認為說 就翻譯而言 普通用書必須要有專業的人員去進行審查 因為我們跟他文化背景用詞皆不相同 可能會有曲解之嫌 對 然後第二個呢 是我們 就國外的學術用書 的那個翻譯本 也必須要與嚴格的審查 一來就是 就是剛前沒有說 就是國家文化背景不同 再來第二點就是 畢竟我們跟 中國大陸是敵對的關係 這是不可否認的 所以我們必須在這上面要有 非常嚴格的態度去審查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 我們討論後 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大項目 就是我們國內 製編教育用書 必須完全的禁止 有中國大陸的插手 或參與編譯 對 因為這關乎我們下一代的教育 下一代的未來 你們願意把下一代的教育交到 一個用了幾 一千多個飛彈隊等台灣的國家嗎 不願意嗎 好 第四點 我們 就是為了 support 以上這些項目 我們 希望說可以成立 專業的審查委員會 並公告審查的流程 讓審查過程資訊完全透明化 以防 以防 有些委員 還是 跟大陸有利益關係的被安插進來 要是有這種情形 那我們 有這種 要是有這種情形 那我們這個委員會等於是虛設 所以這一點也必須要去控管 讓我們全民去監督這些事情 OK 那就這一點我們 報告到 那我們換另外一位同學 就雖然我們現在安全和福茂的問題 我們就像是溫水煮青蛙一樣危險 但在我們還沒死之前都還有救 好 謝謝我們第七組的朋友 就是在我們死之前都還有救 奮力一擊 大家都在一起搶救 我想他們剛剛提到的一個很特殊的觀點 是因為他們的背景 他們從教育的觀點提供一些 前面總沒有提到的一個分級 教育跟國安的關係還有福茂 那謝謝剛剛那一組第七組 那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組 第九組還有圖畫 非常的藝術性 好 那我們想歡迎第九組的 呃 鍾燕等朋友們 先簡單自我介紹再報告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鍾燕來自新竹 那 呃 大家好 我是凱惠 我來自南投 那號 我是婉婷 我來自台北 好 那我們就馬上切入 剛剛一開始所討論的主題 第一個首先是討論到 呃 符號如何影響到國家安全 呃 呃 這邊我們我覺得我們的討論一件總共可以分成四 三到四個那個疑慮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大家都已經提過很多次了 關於媒體還有關於那個傳播資訊這方面的疑慮 那再來再來還有一個是很有趣的是 這裡有人提到說 他對於微觀啊 就每個人內心中所造成的恐懼 那 那我可能私自幫他解釋一下 就是 就是 我們不能只能考慮那些國家安全啊 或者是商業利益 然後社會 社會到底多共新興向喔 每個人心中的恐懼 的增加 每個人的福祉的減少 每個人內心的感受 那這個整 這個整體的不安感 也會影響整個國家安全 我想他要表達的是這個 那還有另外一個對於國家安全的疑慮 是福茂內文 對公平交易這方面 並沒有做明確的現實 而台灣這方面 法律事故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那因此就台方是對國家安全有問題的 那大概是以上三點 再來 我們接下來討論到 福茂影響到最大的一些項目 我們歸納出運輸業 工程業 通訊業 還有服務業 然後 也會討論到那個 最 蠻多的是印刷那方面 還有配銷啊 還有電信 這幾個方面 進到第三階段的時候 我們是針對每個有疑問的產業 提出一些問題 和想一些可能的解決方式 那對於那個 對於印刷業那方面的問題 有人提出來說 可以透過公平交易的法治化 例如說現在公平交易只有那個歸納 歸納 歸納我們關於民生物資的保養 比如說豬肉啊 或者是油品這一類的東西 那 我們想說 欸 以後 以後那個出版業啊 或者是印刷業 就相關的文創產品 也可以視為民生物資 民生必需品的其中一項 我們言論自由是大家都必須要的 而不是 我們不是只要過好我們生活 不是只要吃飽了 穿暖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有人提議 先針對 針對印刷業 可能前置那個 印刷業的限制 可能會那個 前置言論自由這方面 提出說 我們要公平交易先修法再過古貌 那 那 至於關於電信產業 的疑慮方面 我們 我們這一組討論的結果 是通通都不要開放 對 太好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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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好了 為什麼 我們不開放 由外人 由大陸來經營 電信產業呢 就是 現在其實很明顯啊 是 我們光看大陸內部的情況 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其實不用我再多說 是啊 是啊 其實我想說最後一個 我們可以總結一句話 就其實台灣內部有很多內部的問題 那關於我們很多其實都在關注言論自由這方面 我們說大陸也還沒有準備好 以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 中彥這組的朋友 他們覺得核心有一個重要問題 就是言論自由立體 大陸並沒有準備好 我想他們今天很特別的 還從文創這個產業的角度 讓我們分享 國貿跟國家安全的關係 那也提到 就是剛剛講到的那個 通學的部分 那我們謝謝今天的最後一組 第九組的 中彥公民朋友們跟這一組同學的報告 謝謝大家